主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这几节课学习到第六品 发达诗愿第六 尤其进入 善导大师说48愿当中 真实的五愿 最真实的五愿 当然愿愿都是为了度一切众生 尤其是度我这个众生 最核心的五愿 这个我们要好好深入 这五愿是定成正诀愿 所有众生往生极乐世界 当生都可以成无上正正诀 是究竟的果决 这个愿就很不可思议了 再来光明无量愿 光所到之处就是利益众生 那光明无量 那利益众生就没有兵迹 像我们今天要进入的经文是 寿命无量愿 还有诸佛称探愿 最后第五是 十念必生愿 黄令老还特别针对五愿 有一个专题 我们把这五愿学完了 我们可以再深入 这个黄老五愿的开解 两位大善之士加持我们 那我们看 接下来的寿命无量愿 我做佛使 寿命无量 前面讲了无量光 这一愿是无量寿 在这里 老和尚讲到了 世尊为我们讲阿弥陀经 给我们介绍的 毕佛何故好阿弥陀 毕佛光明无量 造十方国 无所障碍 世故好为阿弥陀 毕佛受命 及其人名 无量无边 阿弥陀 阿弥陀 顾名阿弥陀 这个阿弥陀经这一段经文 我们要重视 所以师父说的 为什么特别指出无量光 无量寿 因为在一切无量里面 这两种意识最圆满 这不简单 在无量里面要挑两种 这个没有佛的智慧不好挑了 光明代表十方 光明骗照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讲空间 寿命呢 过去 现在 未来 代表时间 现代人讲时空 这时空里面 所有一切 没有一样漏掉的 因为无量的时空 那就寒色整个宇宙来 所以无量寿 与无量光 就代表广大无边际的时空 这里面的一切无量 弥陀通通俱主 没有一样欠缺 是表这个意思 那老人家这个开解 是有依据的 就是依据 偶艺大师 阿弥陀经要解 里面讲到的 这个要解的原文 是这么说的 因为注解 比佛何顾好阿弥陀 那阿弥陀 阿是无 弥陀是量 所以正翻无量 那无量就不好说了 本不可说 本师呢 释迦牟尼佛以光寿 两个意 收尽一切的无量 因为光则横变十方 所有的空间都在里面 受则树穷三计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的时间 所以光 这个 横竖交错了 就是横是空间 数是时间 无量的时间空间 整个交错在一起 就是什么 就是整个宇宙了 即法界体 就是法界体 法界全体 所以这一句谷尺体 就是法界体 你看 橘子体 做弥陀生土 阿弥陀佛的生 极乐世界的土 在哪里 阿弥陀佛的法身在哪里 他无量过 他在偏一切处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真相 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孤独 阿弥陀佛 可以一些处 有什么好孤独的 一局子体 做弥陀名号 事故弥陀名号 即众生 本具的理性 这一句名号 就包含法界全体 这一句名号 就包含 众生 本来具有的 本性 福性 好 所以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什么都没有漏掉 好像老阿尚 后面 有给我们解释到了 老阿尚 讲的这一段是 跟我们说 一切经 经中之网 是华严经 华严经跟无量数经比 无量数经第一 因为华严经 最后是时代 运往导回极乐世界 这个祖师 他们都有较量 华严经是全说 无量数经是实说 是导入无量数经的 导入极乐世界的 那无量数经最核心 又是四十八愿 第六评 那四十八愿 那四十八愿 这个第六评 四十八愿 哪一个第一了 那第十八愿 十念毕生了 那这个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了 所以老和尚说 整个佛法 到后面 到了巅峰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字 这六个字 就是一切佛法 念这六个字 所有一切佛法 统统念了 没有一部经 离开这个名号 都没有路 是法界体 没有一个法门 离开这个名号 也没有一尊佛菩萨 离开这个名号 所以你念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所有一切诸佛如来 统统念到了 所有一切菩萨 也统统念到了 我念到这里 挺开心的 我看你们的表情 也不算是很开心 那应该假如 随文路观应该很开心 假如没有开心的表情 是不是真的吗 真的念一句都念到了 你看阿弥陀佛在给我们讲 老阿尚也在给我们开解 不必一个一个菩萨去念 所有一切经 统统念到了 无论是教下的 中门的 密宗的 全都念到了 你看这多方便 这是我们很大的福报 中的佛门第一特奖 一及一切 一切一切一切 一切其一 这是华言 这个一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你说脚下禅宗 密宗 全都念到了 我们看一下 还是依偶艺大师的注解 一级一切 偶艺大师说了 三藏十二部 急择教理 都在离许 教下都在这句名号里面 禅宗一千七百则公案 都在离许 这个是偶艺大师话 不是我的话 偶艺大师讲的话 印光祖师说 纵使古佛再来 为阿弥陀经注解 也不可能超过偶艺大师 而这个密宗 这个新教大师讲的 一个阿字出身一切陀罗尼 陀罗尼就是咒 一切陀罗尼出身一切诸佛 所以这个阿字就 不得了 所以这个 统统都念到了 牢上这个话都是有 祖师的依据的 好 所以 这个偶艺大师 在要解这一段讲 弥陀名号 就是众生本觉的理性 就是法界全体 所以持名 我们持名号了 其是始觉和本 这个我们本来是佛 现在又念这一句 自信了 就始觉和本了 那是始本不恶了 始本不恶就直屈绝路了 这是成佛最快的方法了 我们看那个 地藏经 伯罗门尼就是持佛名号 他念了多久 靠自己的能力去的地狱 一天 一天入什么境界 法身的境界 你看这个 修学最快速的方法 难怪大吉经说 若人但念阿弥陀 是名无上 生妙禅 最快的方法 我们都熟悉 一些教诲 可能不知道是谁讲的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这些话大家很熟吧 当然熟归熟 得用上 还有一句 这个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的念头死 虚弩法身火 这个大家熟吧 这是绝名妙行菩萨 教诲的 他的开导 教导 编成一本书 西方阙子 而他老人家 是净巢 修行的 静业岛 静业岛 当中 这个有提到 他真实的 例子 好 这个静业岛 这汇集了 黄念岛 的教诲 尤其一开始 就告诉我们 这个念佛法门 稳当 你看现在 末法时期 修行的状况 很乱 邪师说法 如亨和杀 修行人的状况 很不稳当 这个法门是稳当 这容易 这稳意 三根 普辈 三根都 能够 修学成就 还有妙 修学方法 很妙 这个 从 试词 我们词名是 试上 可以达理词 从凡夫心 可以入 佛心 我们刚刚 佛罗门女 她从凡心 一念了一天 就入 法身 见性成佛的境界 所以 这个法门 妙 暗和道妙 巧入无声的方法 这个是诸佛 高度的智慧 想出来的方法 不然我们凡夫 我们都知道 理上之道 不能执着 可是叫我们 马上都不执着了 好难 几乎办不了了 直辞名号 可以执着这个名号 那 所以 将为农居士 赞叹 辞名念佛 暗和道妙 巧入无声 即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实相 跟念实相 没有差异 故 能消 众业 能灭 众罪 万德鸿鸣 能灭众罪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静朝 静夜导 第三十一页讲的 信愿辞名 不但是临终往生 不是临终才往生 若人根气猛力 修持精进 于现身就有不可思议的感应 静待有一位穷苦的人 生活困难 起了厌迪心 乃专程念佛七日 念的七天 感阿弥陀佛 现身说法 当下悟无声法忍 那就 悟无声 入法身 好绝名 妙行 当然这里还提了 观经中 伟提西夫人 只是在家妇女 闻经见佛 就获得无声法忍 所以这个佛号的功德力 不可思议 所以始觉和本觉 我们持名始觉和本 始本不恶 身佛不恶 当下你看 这个真心去念佛 我为大师说 以持名 善根福德 同佛固 一个人持名 善根福德 跟佛相同 所以身佛不恶 故一念相应 一念佛 这个是 我为大师 开解到 这一段的结论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好 我们也常谈到 这一句佛号 是阿弥陀佛 果地当中的果觉 这个果地的果觉 拿到我们因地修 那是从果起修 即修即果 所以为什么 我为大师说 以持名 善根福德 同佛 我们都不怀疑了 那这个佛号念下去 不但道心纯属 福慧增长 夜宵自然 所以这个榜样给我们看 绝名妙行菩萨七天 佛罗密尼是一天 所以老上这一段开解 这一句佛号 无量光无量寿 什么都没有漏掉 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是 寿命无量 寿命是一切无量里面 第一德 如果寿命没有了 那你无量的财富 无量的眷属 谁受用呢 那全部落空 所以寿命第一重要 有无量寿 其他一切无量 你才能享受得到 才不至于落空 我们这个魔当中分四种 这烦恼魔 我们一不小心就心情不好 那个烦恼自己起来了 你都不用说烦恼 来一下来一下 都不用叫 他自己就上来 属于外面的 天魔 真的有 任言经里面 后面讲五十英魔 所以我好像有听过说 一般打坐的时候 要挂那个任言 任言咒 不然可能干扰 尤其在末法时期 很多 这个不能不谨慎 李平然老师 到了台湾 曾经办过一次 金进佛七 七天不睡觉 结果有人精神上出了情况 当然李老有智慧 他有威德 慢慢调回来 以后不敢办 这代表什么 以前这种精进佛七 古人 有啊 办到我们这个时代了 不能办 众生的根性 要再用这个方法得利 不容易 这么精进出现一些情况 可能一直走着着魔 所以这善知识 都会观己有 这些我们也要懂 我们 这一两代人 我观察 挺容易激动的 动不动就 好像可以壮烈牺牲 这修行不是靠 靠这种壮烈的 气概就能成就 修行是绵绵蜜蜜蜜的功夫 这个 木具 神具木段 岩堤石穿 水到渠成 瓜熟地落 所以这个 老和尚指导 用什么方法 锅肉酱的方法 念累了 休息 休息好了 再念 当然这个前提是 不可以自欺 你 明明是懈怠了 念累了 白天 一休息 两个小时过去 那这个不行了 所以修行 一定要打破 自欺一关才行 这个都是老和尚的关机 我们有遇到 同修 念佛 这个 正常的人 我直接求生净祖 不吃不喝 这个做法 有待上去 做了几天 后来有同修提出来了 我们是不是问一下 老和尚 这么做好吗 老和尚很快回信 不要这样做 大家冷静冷静想想 一个人不吃不喝 直接念佛 到最后是什么结果 是往生了 还是饿死了 你旁边的人激动 他往生了 他往生了 你看没学佛的人 怎么看 被学佛的人吓坏了 你们这学佛的人 命都不要了 我看他是饿死的 你怎么去跟社会大众 讲 而且这种太强烈的做法 一定社会大众会反感 你会影响到整个佛门 你看人一激动起来 没考虑那么多 这里面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哪 老和尚都说 不要这样 你看 人一冲动 执着劲起来了 老和尚的话 也撇在一边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连孝轻尊师的坑都不足 后来被当地政府阻止了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 真的要考虑 不能太激动 到时候一个事件太夸张了 你整这个佛门的形象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尤其假如都在佛门里面 算有知名度的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更麻烦 所以了凡事讯有一段话 不论现行而论流弊 你得考虑副作用 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而论天下 我有看过修行很猛的 睡觉很少的 后面身体都出问题 老汉上讲经也提醒了 修行你不是摆个样子的 很多人没有考虑到 自己的体质状态 一天吃一餐 最后都吃出胃病来 你后面就不能表发了 包含 比方帮助别人 求生净土 这个 生病了 癌症了 那病人痛得很厉害 你要不要考虑到 他痛的程度 一定不可以 吃止痛药 那他脚都痛到昏过去 没有定法 但是你得要客观 观察他的情况 你不能执一个做法 套在所有人的身上 说他一定要痛 才能消他的业障 我感觉我们有时候 止理啊 废了事了 哇 你看那身病的人 听到我们学谋人 要痛得要死 才消得了业障 哎呀 我刚摸着 但是我听了 我的心都有点凉 人人宏道 我们得展现一种慈悲出来 摄身主地尽力的在体恤他 在帮助他 听了这些事例 我是感觉我们要寻忠道 不能过不能不挤 还听到一个得了很严重的癌症 他就求生了 不吃不喝了 我听祖师是求死 是吧 一心求见阿弥陀佛 我好像没有听过哪一个祖师说 你病得很重了 东西都别吃了 你们有听过吗 东西不吃了 水也不用喝了 水也不用喝了 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听过哪一个祖师有这样教的 你看我们现在这些作法都出来了 我们比祖师还厉害了 他要体力吧 你说他说不吃不喝了 他那个佛怎么念 而且你真念佛 那个佛光一照 那个痛都会减轻 有病 但是没有病容 感应都很不思议的 我们刚刚讲到 一切无量 是寿命第一 才能够享受 好 接下来经文讲的 国中声闻天人无数 寿命一皆无量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大众都是无量寿 那这里提到呢 声闻天人 有两个讲法 一个是 讲他 断烦恼的程度 一个说法是 他还没有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以前的身份 好 那 只要是往生的 寿命一皆无量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各个都是无量寿了 那老和尚有提到了 佛的寿命长 常住在世间 众生就有依靠 像我们这个世间 众生 浮薄 释迦牟尼佛 注释才八十年 你看阿弥陀佛是无量寿 众生有 依靠 那佛灭度之后 我们没有依靠 实在讲 虽然留那么多经典 在世间 我们今天有机会 接触到 接触到这么多经典 还是盲修瞎念 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学 哪一个法门 不知道自己的根性 所以虽然学佛 我们的疑惑不断 疑惑没有断掉 存了一个怀疑的心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佛说过 仪是菩萨的大障碍 仪都是菩萨的大障碍 何况是初学 其实佛 很慈悲的 有开解到了 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向法时期 禅定成就 你看禅宗兴旺了 一千年了 末法时期 我们已经到末法的 第二个一千年了 净土成就 在大吉经说 末法时期 一亿人修行 喊一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所以佛说 菩萨疑惑是大障碍 用意很深 我们过去不明了 现在懂得一点 菩萨疑什么呢 怀疑净土 老阿尹讲到 敬业三福 八菩提心 身性因果 身性因果 怎么是 大臣菩萨的第三福呢 应该相信因果 后来老阿尹想到 怀疑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虽然遇到这个经典 听佛说法 不能接受 不相信 所以当年法华会上 退席的人 就很多 不能接受 这个法门 不能接受的人 更多了 我们从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 好多经文 也都是在 提醒我们 要去掉 怀疑 尤其在 这个末后 提到的 这个 为求法雇 这个 佛一开始说 事故告辱 天人世间阿修罗等 应当爱要修习 很喜爱 很欢喜的 来依教奉行 身 稀有兴 于此 金钟 身 导 是想 因为这一部 经是 欲令 无量众生 恕其 安住 得 不退 转 急欲 见比 广大 庄严 设受 殊胜 佛唱 圆满 功德 当起 精进 听此法门 为求法雇 不生 退屈 产位之心 不能 不能生起 退屈 产位 应付的心 要信心 要信心坚定 射入大火 不应 以悔 假使大火满三千都不管你 成佛 威德 西能超 何以故 比无量 亦 读菩萨 等 皆悉 求此 唯妙法门 尊重听闻 不生 违背 但是多有菩萨 欲闻 此经 而不能 得 所以十方世界有很多的菩萨众 希望听闻这部经 这个念佛法门 在 因缘 不具足 而得不造 所以不应 疑悔 不能怀疑 佛在后面还讲到 下一篇当中 讲到 阿异多 鲁士等类大威德者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 佛跟弥勒菩萨讲 这个大威德者 他修的都是大臣佛法的菩萨们 他们能开示佛法中的 这些大臣法门 但是因为没有听闻此法 没有听到净土法门 有一亿菩萨退转 阿异多罗三秒三菩提 退失了 无上菩提的心形 因为在末法时期 你不修这个法门 自己也很容易退 而且你要帮助众生 也很困难 对不了那个鸡 所以师长这里延伸到 就是要相信这个法门 不容易 所以老和尚这里有提到了 这个五尘 人尘 天尘 生门尘 圆觉尘 菩萨尘 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 通通入弥陀的暴徒 这个是一尘了异 万善同归 凡胜其收 所以这个一般的菩萨 不能相信了 好 接下来经文讲了 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西尘圆觉 与百千前西共计较 若能知其量述者 不取正觉 这个佛用比喻了 就是这个寿命的无量 三千大千世界是很大 而且是众生 统统都成为圆觉了 圆觉比阿罗汉还高 这么高的神通力 再经过百千节 来算 也不能算 出万 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寿命 师父这里有讲 这个众生 地球上的蚂蚁有多少 这蚂蚁的数目 都不知道是人的几倍了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那是无量无数了 不好算了 所以用这个比喻 那我们能更加体会到这个 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的 大众都是无量的寿命 那我们寿命无量了 往生 哪怕是 我们一般听过的故事叫 乌龟赛跑 你走得再慢 那你一定会沉 因为你是无量佛 好 我们看 下一院 这个是诸佛称探院 我做佛时 十方世界 无量差中 无数诸佛 若不共称探我名 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 不取正觉 那经文里面讲 十方世界 无数诸佛 那没有一个世界的佛 不讲净土三经的 没有一尊佛 不欠人求生净土 除非你缘没成熟 给你讲你不相信 不相信你就会傍佛 所以佛 就不说了 因为傍佛有罪过 佛很慈悲 不让你毁谤 不让你造业 所以不说 当然这一段 拉到我们身上 我们觉得净土法能很好 但是也要看机缘 这太强求了 照说对方毁谤 那就照这个业了 他可能先入为主的一些误会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要让他先入为主 一下子化开来 不容易了 而且先入为主的 成见 你常常要试着用言语去说服 有时候会起反小谷 反后这个时候是用什么比较好 他有成见了 你为他演说法 你把佛法做出来 你把念佛法门的书圣 展现给他看 自然他的那个成见 就会因为看到你 他会有形式 所以不能攀缘 我们还是可能有一个惯性 就比较强的一个 想用言语去说服 这个也是一个习惯 其实在大人的世界里 人们不会听你说什么 一般会看你做什么 这一点我们假如领悟不清楚 我看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在抬杠上面 然后你要说服他 他也要反驳你 搞得双方都很不愉快 然后心里想没关系 再来 一有机会再来 这个就要打得不可开交 人这个执着性不去掉 修学提升不了 更说服不了别人 能放下这些习惯 放下执着 很想去说服别人 也是执着 我们不放下 我们很难提升 很难转变 很难让人家刮目相看 所以不能攀缘 对方假如会毁谤 这个不能强求 好 那这个 师长这里也有提到 有一些人跟菩萨有缘 他不念佛要念菩萨 感情好重 舍不掉 这个经要多念念 要觉悟 一切诸佛都比不上阿弥陀佛 那菩萨当然更比不上 你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 偏偏去念菩萨 一个是情子太深了 第二个是不了解真相 所以才有这个 误会 才有这个 担忧 好 好像会受良心的 责备 还有能念别的经 譬如像念金刚经 认严重 念了好多年 现在叫他念阿弥陀佛 念无量受精 他也放不下 念了好多年 好像心里有 欠就的意识 这些心念都是妄想 都是烦恼 你的妄想烦恼要放下 我们学到这个 德尊普贤第二 经文说 身灌顶皆受菩提记 灌顶皆 那就是接受佛的顶法 最高的顶法 无量受精 所以佛 老和尚在这里比喻 一个学生在学校念书 念一年级 到二年级 他不想生 他说我对一年级 感情很深 哪有这个道理 这一段话 讲给自己听了 你假如看到亲戚朋友 他觉得 这样太对不起菩萨 你可不能逼人家 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心地要放罗软 你逼到他最后 他就生反感 更不愿意念 要看情况 他这个执着放不下了 你反而顺势的 他觉得 你这个人很柔软 顺势说 没关系 你念的这个也是大乘佛法 你只要 回向 你看第二十四品 若有众生 助大成者 以清净心 向无量寿 都可以往生 好 所以不能攀缘 不能强求 那这个 佛为一切众生 真实的利益 希望一切众生 早日成佛 在菩提道上 一帆风顺 没有障碍 那要用什么方法呢 要用推荐 介绍西方极度世界 能往生到净土 就一帆风顺 你往生就原正 三不退 而且还没往生以前 肯念阿弥陀佛 这个十往生经说 阿弥陀佛请二十五菩 大菩萨 谁护其人 这个魔不能障碍 对了 刚刚跟大家有提到 这个寿命很重要 这个有 这个有 烦恼魔 那个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分别执着 有外魔 天魔 天魔 所以这个要胜重 还有五音魔 色 是物质 尤其这个身体 受想 行事 是心理 受 感受 想 自己的思想 行 是这个心 的念头 止不住 一个接一个 你遇到什么 有感受了 然后念头就一直 相续不断了 是 那 你看我们有 眼耳鼻舌 生意 是 这个是里面就很容易 产生分别了 包含这个第八识会 落映像 这种心理 关心无常 抽刀断水 水更流 举杯 焦愁 愁更愁 所以这身心的烦恼 也很厉害 所以心经说要照见五蕴皆空 这都是假的 不要把他当真了 当真你就被他给困住了 第四个是死魔 你死了 这一生修的又退了一大半走了 所以修行人不能再死了 这是最后生 死了就不得了了 所以老外上前面说 往生的人是看阿弥陀佛 接他走了 跟着走了 不是断了气了 那那个麻烦 那个就比较不稳妥了 都是活着去的 所以礼品 应主讲 我们常常会被无常吞 无常迅速一来了 投胎去了 吞掉了 你的修行都退回去了 所以寿命 第一重要 所以假设阿弥陀佛没有这一愿 要一切诸佛都推荐 介绍 没有诸佛宣扬的话 我们怎么会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呢 我们想一想 极乐世界离我们多远 十万亿佛国度 这都不知道多少光年 这个是天文数字的 我们就不可能知道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 那这个就是 世尊也是受阿弥陀佛这一愿的加持 十方诸佛若不共称探我名 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 不取证据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 令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 都来推荐介绍 你看阿弥陀佛考虑的够周到 所以这个恩德太大太大了 佛恩难报 劝发菩提心文 第一的因缘就是念本师恩 念释迦摩尼佛 念阿弥陀佛的恩 而且这一愿不简单 你要做到让十方诸佛赞叹推荐 我们学的这一愿 我们也要学阿弥陀佛 学无量寿经最重要的是 效法阿弥陀佛 我们学完这一愿 要不要有志气 我们要做到 让人家都认同 都赞叹 我们的家庭也好 或者我们的道场 都能效法阿弥陀佛 这个愿力 你做到让人家肯定了 那大家才有信心 现在是信心危机 能够树立榜样 做到让人家赞叹 没话说阿弥陀佛 这个真的是广秀共产 好 所以要做到让人没话说阿弥陀佛 我做佛时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自心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活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主忤逆 诽谤正法 那一开始 老和尚首先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较量 华言第一 跟无量寿经比 无量寿经第一 而且这祖师都 呈现给众生看 莲池大师 注解 小本 华言经 阿弥陀经 就是 小本的华言 因为他注解 弥陀书超 就是用石门开启 就是整个 显手中的做法 展现华言的境界 几乎完全用华言 所以读弥陀经书超 就等于读了一部 华言经了 好 所以 这么一较量 无量寿经 四十八院第一了 四十八院又是这一句 这一院 十念必生第一了 好 所以 这句佛号是佛门的顶峰了 包含 前清 灌顶大师有说了 众生极重的罪业 什么样的经 什么样的颤都消 灭不了的重罪 到后面还有这一句 阿弥陀佛 能把它消得干干净净 我们所处的年代 缺乏 圣教 所以 还没学佛以前 造了不少罪业 甚至于我们学的过程 很多习系 还是忍不住 有时候想一想 都会很恐慌 假使百千姐 所作业不亡 因缘汇聚时 果报还之寿 主位同修 我们别干 自己吓自己的事情 别人吓我们 那还有限 这个自己吓自己 我吓得睡不着觉 有几老儿上说 怀疑 你怀疑自己 山崩地陷 所以这一段 老实上 引了祖师 慈云 灌顶大师 你真的肯念 没有消灭不了的种罪 这个很安我们的心 这个还有人 给我们做表演 迎科法师 其实这些例子 都显出 阿弥陀佛的 大慈大悲 只要我们想回去 他没有不接的 十方如来 连练众生 如母一词 八文愿文里面 都有提到 四十八愿 提到了 若有数二 闻我名字 极致悔过 回到作善 辨词金鉴 命中不复根三恶道 极生我国 我们往生就 不再剁三恶道了 阿弥陀佛考虑的很周到 你看迎科法师 出家 出家人 再犯戒 那比再家人 重很多 你看迎科法师 他犯戒了 他知道他要读地狱了 念佛 念三天 阿弥陀佛念来了 这些例子都很给我们信心 好 都能消掉 罪业 当然老和尚在这里也是进一步延伸了 那现在念佛的人很多 为什么业障消不掉 这个色问很重要 我们学佛要建立一个态度 信圣言量 佛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你看阿弥陀佛的愿已经圆满了 所以问题不在他那边 问题在我们这边 我们建立这个态度蛮重要的 这个 我们也一同修说的 我念得很欢喜 我现在就想跟阿弥陀佛走 阿弥陀佛怎么没来接 假如我们相信自己的感受 认为 有时候会起疑心 我们很想去 那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其实可以检查一下 修行的路上自我勘验很重要 怎么检查呢 比方说 你这一个礼拜 有没有哪个人 哪个事 哪个物 让你动心 让你动情绪的 假如有 那你不是 说你一心就想往生吗 为什么这些事还 还让你这么动心 代表这些事 你还是很牵挂吗 很留恋吗 很在乎吗 不然他动不了你了 你看人家老太太老 老阿公 人家骂他 他也笑笑的 阿弥陀佛 这些事他 都动不了他的心 好 况且我们读过金刚经了 被人家骂不只不会动气 感恩人家 理得心就能安 不会轻易就被境界给转了 金刚经说 善男子善女神 受词读诵此经 若为人轻贱 为什么人家不轻贱 别人轻贱我呢 一定有因的 心事罪业 因度恶道 中了这些恶因了 已经是人轻贱过 先事罪业 极为消灭 当得阿弥陀佛 所以他是帮我们把过去 三二道的夜阴消掉 那没有消掉 我以后要去三二道报到 所以骂我们的人 是把我们送去乘佛 当得阿弥陀佛 所以人家骂我们 我们还动气 那我们不够明理 不能动气 还要感谢他 老儿像还表演给我们看 毁谤他最厉害的 他把他立牌位 每天帮他回向 他帮我消掉过去生的三恶夜 三恶道的恶因 诸位忍者 骂你最厉害的人 你们有没有把他的牌位立起来 有没有每天给他回向 一定要理事 要不饿 理明白了 一定要具体到事项上 你才会 那个领悟 才会越来越深 我们现在的根性 你体会一个道理之后 你不马上思考怎么去做 那个理还是理 我们还是我们的状态 所以老儿像讲经特别强调 落实在生活 工作 处事在人 结果 所以不能 只学理论 这样烦恼不能减少 尤其老儿像还强调了 应该是要把行 更重视起来 你忽略了行 受用有限 甚至不得受用 我们可以很冷静的 想一想 这些年过去了 我烦恼有没有减少 心有没有越来越清醒 这些别人是检查不了的 自我看见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好像经听了不少 但烦恼没减少 所以老儿像说 不要解太多 要去行 这个 四红寺院是修行的次第 众生无边寺院度 接下来是 烦恼无境寺院段 第三才是法能无量寺院学 可能是我们 读书也读了十多年 好像有一种求知欲 好像觉得 这部经也学一下 那部经也学一下 很喜欢解 但是轻信心 有没有提升 这个 很重要 这个次第 不能忽略掉了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 金刚经这一段话 我们真正 效法老上去落实了 真的 你每天给他回向 慢慢你的感恩心 就回向出来 我 真的遇过 解到什么程度 可以跟人家讲波罗 讲空性 带领团队 讲波罗 这个比我厉害多了 这个金刚波罗 我这个功夫根本都没有下了 还得要好好 再找时间好好学习 当然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就有了 很多经句里面都是讲波罗 舍离一切执着 这个都是波罗的功夫 这个 官法 如画 这个都算 般若的 凡所有相 却是虚谱 好 这个人我见过 可是他找我的时候 是夫妻关系 一定到水火不拢的程度 你看他解可以解到空性了 可是他用出来了 受用不了了 所以前几天 这个我们学习老和尚四十八页讲记 老和尚说行重要 你不要解太多 解的时候还是先一步经 其实这个都是老和尚对我们的关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比方说你这一两个月 今天看看这一部经 明天看看那一部 结果一两个月下来 你好像觉得傻眼没有落在心中 有时候自己的受用 还得自己关照 你不能看别人这么修了 你也要装个样子 跟他一样这样修 得要很客观看自己的 修学的状态 好 这个攀比不能用到修学上面来 结果进一步的刘弼在哪呢 你看他自己家庭 冲突那么大 但是他已经修学很久了 刚进来的人 看到他们老修 夫妻家庭是这样 不敢学了 都退出来了 说我们没有学 都比他的夫妻关系好 被他们吓到了 所以这个 看到现在的社会现象 我们就可以感觉这些大善之士的苦口婆心 你看从印光祖师 敦伦敬奸 这个学的解一堆很高的 一定不谈敦伦敬奸 再来 李炳南老师 白衣学佛 不离事法 必须敦伦敬奸 处事不忘菩提 要在行解相应 把行调到前面去了 那我们探讨到这里了 那进一步具体了 我们有把牢上来一句 实实在在做三个月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寒 寒露 是吧 双露 你不下这个功夫 那解行不能相应了 解行不相应了 境界提升不上去 那这个 挑哪一句 大家自己看着办 一句就够了 做三个月 你就明显感觉 自己的心境提升了 我昨天刚好一条笼 跟大家提到 老阿尚曾经说过 学佛最重要的是什么 老阿尚已经用这个词了 最重要的 我们还不见得重视这一句了 所以老阿尚说 我的尊师 百分之三十四十 还比不上古人 我们现在 观照一下 老阿尚教的我落实多少 我们的惭愧就起来 惭愧是善根起来 这个理事要结合起来 了凡先生遇到远古禅师 表凡先生 很年轻就好像秀才了 所以对辱士道的义礼 他有一定的掌握 你看他自己主动 跑去佛寺 是吧 去找远古禅师 那代表他对出家人 很恭敬的 对佛法很恭敬的 我们看云古禅师 指导他怎么修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一点 了凡世纪里面 有好多重点 我们的善于去领会 比方说 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 key point在哪 在反省自己 改自己的个性 我们有没有深深反省 有没有着力在改我的性格 假如没有 那了凡世纪的重点 我们没有抓到 你本来是让好人 你要理智一点 你本来是很急的 你要缓一点 你本来是强势的 你要柔软一点 这样命运才能改 像老说的 改习为立命之机 立命的基础是改掉习气 习气 习气慢慢慢慢慢慢放下了 这个业障就消掉了 了凡先生也算是明理之人 而且悟性也不错 但云古禅师给他的指导是具体做功过格 还教词准题咒 所以不是论理给他讲完而已 教他具体怎么干 我们想想了 了凡先生得这么干 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干 我们都知道行善很重要 可是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行善有没有已经到非常积极 甚至很自然 还是看了还点犹豫 有点不情愿 那好几年过去了 所以都得下这个扎实的功夫 就功过格的功夫 我们善才能不断增长 恶才能更有警觉去调伏他 而且我们观察一下 了凡先生发愿三千三四做了多少年 他做功过格十年 三千三四才晚 当然我也很惭愧 我也没有好像这个功夫 只是我突然感觉 哎呦 你看人家了凡先生都要这么下功夫 难怪觉得自己基础 好像学了自己信心也不是很老 晃悠悠的还净少退多 还是得步步为营 而且教词准提咒 那代表刻念的功夫一定要下 当然我讲到这里 不要大家今天回去背主提咒了 这个 我们已经学到了 佛法的顶法了 好好念佛了 那这里提到啊 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很多啊 为什么业障消不掉 就是 问题不在 佛不上那边 不在这些经教的义礼上 这些都没有问题的 要反观自己了 所以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关键是 云古传师上脚问他 你觉得你应得科蒂佛 应生子佛 结果这么一色问 老凡先生说 无追醒良久 他反省自己反省得很深入啊 自己回答不应也 要反省这个运古禅师这个善脚 这个善脚对我们很重要啊 我们很习惯的看到别人的缺点 就要把他讲出来 他不接受啊 更 举例 一定要他点头 这个方法不是很好 而且这个方法呢 没有留给人家面子的 成年人啊 我们不能不顾起人家的面子的 所以老和尚有讲了 二十岁以前可以讲了 二十到四十岁只能暗示了 不能直接讲了 暗示了 四十岁以后不能讲了 四十岁以后你要讲了 这样是我们不懂人情事理的 学佛是学人情 学事理啊 李秉仁老师说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啊 会伤天爱理哦 你会搞到人家恼羞成怒的 语谷禅师这一点 我们等要学到了 这两门事情不能白学 学完之后得给他用上 成年人不能不顾及面子 成年人不是你逼他 承认他的错的 这个都是适得其反的行为 成年人是 你能引导到 让他自己有感而发承认 或者你做到 让他感动他自己 反思 所以这个 问题都不在 佛菩萨那边 那为什么消不掉呢 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 其实还是没搞清楚 因为啊 这个念呢 只是口皮上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心里头没有 心里面呢 还是是非人我 贪嗔痴慢 那这个不行了 这个与佛啊 不能感应 要什么呢 心上有佛 那个我们中国字 这个念 金心 所以念佛是 心上真有佛 佛法是重食指 不重行事 不重行事 假如 念的时候 还有这些是非人我 那这个 主师 也是提醒了 口念 弥陀 心善乱 喊破喉咙 也往南了 而且我们在 念的过程 假如 是 杂心念佛 多心念佛 乱心念佛 那没有感应 那没有感应 不能消业障 而且会啊 在念佛过程当中 把我们的分别执着念 给增长起来 所以夏老有提到 不能轻乎仰视 你把这个分别执着 念着念着 越来越会打妄想 所以我们 念佛也好 读经也好 也是要关照 是不是妄念越来越少 这个才是进步 假如读经读俗了 那很厉害啊 编达妄想 经也读对 但是 其实敏锐一点 那种状态是 没有射心的 心是没有专注的 这个都 要改善这个情况 要 警觉性更高 要把它拉回来 要念的一次一句 专注 清楚了 好 所以 老上这里 也说了 从心里头 伸出来 心上有 口里念出来 从耳朵 再听进去 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娑婆界的人 耳根最立 能射耳地听 这个六根就容易 收射回来了 那师父这里 也有具体指导了 先把无量寿经 念三千遍 这个就是行了 具体去做了 你听很多经了 你要有具体的做法 去下功夫了 一天念三步 三年圆满 三年念三千步 目的在哪呢 目的在修定 三千步念下来 心定了 不会去胡思乱想 定于一门 定于一部经 而且三千遍念下来 这个经一定会背 这个要记得住 记不住 对你修行没有帮助 因为记住了 我们就能在境界当中 反观了 在境界当中 依教奉行了 比方经文里面提到了 这个 当至端心 当至端身 耳目口鼻 皆当至端 身心静解 与善相应 悟随私欲 不犯诸恶 这个 动作 瞻事 安定 虚伪 我们一举一动 都不能浮躁 你看这个 身 心 一举一动 都要端正 这个 不能做事 仓促 败悔 在后 唯一之不地 亡其功夫 那这些经文 就指导我们 随时提醒自己 心要安详 安定 不能 不能急躁 跟别人讲话了 何言爱 劝欲 测尽 你念熟了 真的很 很 微妙 你念得很熟的时候 往往你遇到境界 刚好那一句 跟你现在境界相应的句子 它自己冒出来 这个人还是有自性的德能 起作用了 三千遍念了之后 求解 明白清楚了 意思了 要照着做 这样才叫做修行 把经典里头的道理 变成我们的思想 见解 经里面的教训 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主是在人间 决定依照 无量寿经教训去做 我记得我出学佛的时候 老老上说 无量寿经做到百分之百 上品上身 以此类推 百分之二十 下品下身 真的变成生活行为 那一定可以往生的 尤其我们前面讲 得尊普贤 必恶 我们处事在人皆无 想到 礼敬诸佛 我们现在有没有不恭敬的人 提醒 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这些禁止一对照 你平常不称赞别人 你一下子要称赞别人 是很不习惯的 很勉强的 你要练这个功夫 称赞谁呢 称赞你另一半 这就很练功夫了 你能把称赞另一半 变得很自然 那你有功夫了 那普贤行 首先要落实在家庭里面 那这个普贤行 真的变成生活主事了 那这个叫真修行 无量寿卿变成生活了 那你的心跟阿弥陀佛一样 愿也跟阿弥陀佛一样 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变成自己的本愿 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同解同行 那真的做到了 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了 你还不往生 谁往生 所以这个叫真念佛 心上真有佛 以阿弥陀佛为榜样 其实我们学这一部 《无量寿经》就是 以阿弥陀佛为榜样 老和尚说给我们介绍老师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老师 老和尚这里也有提到 他们有几位同修 一起在谈论 佛法里面讲 佛是万德万能 这句话不相信 这个是赞叹的话 不是事实 那为什么呢 假如有一个人造了很重很重的 忤逆十恶罪 马上就要到地狱 佛有没有能力 叫他立刻成佛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那万德万能 如果有这个能力 那万德万能可以相信 没有的话 那是恭维的赞叹 那老和尚说 后来读到这一个经 这一个愿 那这个确实是达到了 十念毕生 这个观经里面说 要度地狱的 念佛 都可以往生 所以这个万德万能 不是 只是恭维赞叹的话 是事实 所以佛一定能救我们 不管我们 这罪业有多重啊 只要我们肯称恋 这是万修万能俱的法门 老和尚进一步说了 我做佛食 食方众生 文我名号 这个文呢 不是一般的听文而已 要包括真信 切愿 这个才是文 如果文里面没有信愿呢 那就是听而不闻 好 这个点的提醒我们 自心性药 这个关键药井的四个字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这四个字上 自心呢 是真心 真诚到了极处啊 才叫自心 真诚到了极处 就是一心了 心里头啊 还有一个杂念 那就不是自心 心里头一个杂念也没有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这叫自心 这个祖师呢 有做一个比喻 让我们体会一下这个自心的状态 这个是罗石大师 辟语的 比方说 有人在野地里 在这个森林里 忽然碰到强盗了 冤家在主啊 仇人相遇 他们就拿着弓箭 刀枪啊 追赶 要锁命了 要你的命了 结果这个人呢 赶紧逃跑 若被追上了 就没命了 一想不好 这是黄念老 在这个 弥陀愿亡 大愿核心 就讲这五愿的时候 提到这个自心的讲解 他一想 不好了 前面有一条河 我在河边上 我是脱了衣服 过河 我还是就这么过 我要是穿着衣裳 游泳不变 我不好过 要是脱了衣裳 费时间 他们抓住 怎么办 这个时候 心中所想的 只是怎么过河 这时候还会想 我银行存款 怎么办 家里还有什么事 要吩咐 全没有了 就只是想 怎么过河 心里没想任何其他的念头 只是想着怎么过河 不然没命了 这个就叫自心 这样我们容易体会了 好 大家刚刚听那个故事 有没有进入那个状况 可能我们没有被人家追过 其实我们那个生死海 我们已经 投出投没太多次了 这一次不能再掉进去了 好 主事这些比喻 确实都是 这个 让我们去领悟 其实刚刚这个比喻 假如 跟应主的 死字贴在额头上 合起来体会 那应该会比较有感觉 因为无常迅速 我可能 下一秒钟我就不在了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现在天灾人祸很多 假如我下一刻就 可能会死了 那我现在心里面 还把这些东西干什么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所以最殊胜的正念是什么 在正法念处经里面 讲到第一圣念 就是你念死 人能想到 随时有可能会死 他很多挂碍就比较容易放得下来 那性要 真性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这叫性 要呢 是喜欢 喜欢阿弥陀佛 喜欢极乐世界 真正想去 这才行 所以黄念导说的 要把念佛摆第一 不要求我们当唯一 但是要求要摆在第一 你没有摆在第一 你就不是要了 很喜欢了 其他的事都比不上这件事 所以一有时间 赶紧想念佛 这个就是要了 假如我们一有时间 泡泡什么咖啡来喝 不错 打打什么电话 跟哪个好朋友 唠唠嗑 拉拉寡 那这个就不是要了 这个都要自己检查的 别人说我们还不欢喜 这个得我们自己检查了 那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一生当中 一丝一毫 善事善心善行 都回向庄严净土 都把功德 回向 庄严净土 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绝对没有求世间的福报 这个也要自己检查 我们有没有想 我都做这么多了 希望谁对我好一点 尤其这个心 那就跟这个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不够消遇了 你这一念 就把你做的善 翻转成 轮回善业去 你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你所做一切 并往生的资良 并功德 能有求 好处福报 功德就没了 然后愿生 我国 所以欧益大师 要解理告诉我们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信愿之有无 也就是这一愿 愿生 我国 自心 信愿 信愿的重要 在这一愿里面 体现出来了 往生 关键在信愿之有 品位高下 在驰名的 生前 慈名 功夫深 品位就高 慈名功夫前 品位低 关键是 慈名功夫的 生前 没有说 慈名多少 慈名要有功夫 什么叫功夫 念佛的时候 心地 清静 不怀疑 不夹杂 这个叫功夫 如果念佛 怀疑 夹杂 就没有功夫了 这不容易得利益 所以大师之菩萨 教给我们 静念 相继 这个念要清静 才有感应 才相应 好 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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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啊 不可能一念就心地清静 不怀疑 不夹杂 我们可不能 听完这一段 这个不是念佛多少 是慈名 深浅 那你就忽略了 世上的修 那不行了 海前老奥上 也有提醒了 这个念阿弥陀佛 我不是一下子就能念得好的 一定要花一段时间的功夫 好 那我们每天得有定刻念佛 你看 理跟事啊 一定要结合起来 我们都知道念佛很重要 可是我们假如没有摆到定刻里面去 每天要念多少 要念得越来越清静 杂念越来越少 我感觉不大可能 可是啊 我们一天一天再过了 一年一年再过了 到时候念佛的功夫都没有啊 那个身体又不好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断恶修善要用功故格 这个念佛啊 也得要具体自己下功夫来 不能悠悠放任 这了凡事讯说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我们延伸开来 天下有好姻缘的人不少啊 我们都遇到念佛法门了 这姻缘太好了 所以德不加修 业不加广者 所以念佛功夫啊 没有提升者啊 只为音寻二字啊 单搁一生啊 音寻果且就混过去了 可能我们会说 可是我最近真的很忙啊 你不能以忙做借口啊 其实说实在 你越忙越要念 为什么 你越忙代表 你处理的事情多啊 你不念佛了 你越处理 你忙在事里面了 你心不够定啊 你去抉择的事 去处理的事啊 我看不会处理的太好 你就跳不出那个恶性循环 处理不好事 你就更忙 更忙就更命不了佛了 所以我们要跳出那个循环的 十股筒里面啊 跳出来 要下 这个 要有勇猛心啊 要立决定志 我决定要下一些扎实的功夫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们这个 要用功过格 然后的这个念佛啊 定课也要有了 不能再蹉跎了 明日复明日啊 明日何其多 我身在明日 万事成蹉跎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好 感谢观看